哎呀 我现在多么希望 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呐 同样的年纪 有这样这么年轻的身体 作为大学up主啊 博物馆up主和大学校园up主 我很久没拍大学校园了 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现在就算有的大学校园 我找朋友帮忙可以进学 但是不敢放啊 因为我怕这个学校万一先出了疫情 然后这有个视频来证明 再把我朋友折进去 但是我今天这个学校就敢放 因为这个仲凯医学院是 不不 仲凯医学院 广州这个仲凯 它称称叫什么呀 这个仲凯农学院好像是 是因为那个 因为我来这儿参加那个雅思考试啊 所以是 这是保安放进来的啊 所以是真的可以 带你们看一下这个仲凯学校里边的样子 这个叫 农学工 哦 对 仲凯农学工程学院啊 是 确实是农学院 我没叫错 然后因为这个学校我也投回来啊 不知道里边是 是啥样子的 我们就骑车一起转转吧 这个视频可能比较快 因为骑车啊 而且画面可能会更平稳啊 这边都是教师宿舍呀 其实我就特别喜欢这个 大学里边这个教师宿舍这一片 这种房子 可惜都是小产权啊 因为在这生活真特安静 然后氛围又好 但它都是小产权 所以你不好买 这里边还挺大的 都已经 加装电梯了 有个保安亭 其实也大可不必啊 现在的社会治安 特别疫情之后 这个大学看都非常严 不过确实能看出仲凯这个学校 真的是很有很有历史感啊 这有很多这个 这看上去就像是 这这楼至少有50年的历史了 感觉 然后这边是食堂 它是 它刚才这个前面有写啊 这个地方是 一食堂 这个学校我来之前也没有没有准备啊 没有准备它的背景资料 所以咱们要看的哪是哪啊 说错了就说错了 弹幕纠正我就好 这个是 何香宁艺术中心 这个何香宁好像挺有名的啊 好像好像博物馆还有它 专门有它的博物馆来的 哎 这么小的吗 我以为这个学校很大呢 这个可能是这个校区的关系啊 这个校区不是很大 啊 这个何香宁应该就是 雕塑上这个人 然后这边是工会离退休处 教工住宅区 廖仲凯何香宁纪念馆 乐干楼 廖仲凯何香宁纪念馆啊 前面 前面还有他们的纪念馆啊 我们也过去看看 廖仲凯何香宁纪念馆啊 纪念馆 Estamos 纪念碑 没有近定的家里 中国人也不应该是 在这个地方 咱们城里 是从南门进来的 我们等下可以从北门出去 因为我要往北走 这边是行政楼 运动场 教学楼 英东实验楼 图书馆 信息学院 餐厅 和县 廖仲凯 和香宁 纪念馆 刚才那个是 纪念馆 离退休处 教宫住宅区 工会 底下就是 雅思口语考试 这里还做雅思机考 然后托福加ECFA 那个纪念馆是不是可以进呢 过去看一下 如果可以进的话 我们就去纪念馆里看一下吧 看完了这个博物馆 我们对这学校感情不一样了 变成了一所革命学校 而且还是一个革命夫妻的学校 别人都是这个 这是出去的门啊 不从这里出去啊 先不出去 再看看其他地方 别人都是成为夫妻之后啊 因为革命啊 可能散火 人家这个革命 是吧 加深了感情 一生为信仰啊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这话还是都 往回远远啊 不是 不能说是 这个值得我们学 是 但是不应该这么说 就是 非常值得我们钦佩啊 非常让我们钦佩啊 非常让我们钦佩 非常让我们钦佩 我是很羡慕有这样的这个革命友谊的 所以我是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啊 但是人各有志嘛 我相信很多报了这个学校的同学啊 也不是因为追随这个革命故事来的啊 所以不能不能强求 这就有个路牌了 我们看看 哦 这边好像没什么啊 都是都是教师宿舍 那他这个环境非常好啊 看教师宿舍里还有个亭子 看看这边有什么 其实我就对这种 这种这个 这种房子啊 就特别有感情 从来都不觉得这种这种房子破呀 或者或者或者怎么样 特别特别喜欢 但就他都都是小产权呢 实在是买不了 我觉得这种这种房子 住起来特别特别有人情味的感觉 人情味的感觉 就是当然现在这个地前没有菜园子了 如果有菜园子就更对味了 就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们那个教工宿舍后边就那个 就是老师们开的一片菜地 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心农场还比较火啊 所以这个早上起来是吧 在QQ上偷完菜啊 还可以下到这个后边园子里去偷其他老师种的菜啊 非常真实的 现在学校里应该都没有了 至少我参观过的大学啊 基本上没有没有地啊 徐老师或者学生种菜了 当然那个这个华农啊 这个除外啊 他是有这个试验田的 但试验田之外好像也不行 看看这个学校 这边是雅思比市的 前面那个楼是雅思比市的考场 它叫体育部 这边是在军训 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小时候参加军训 这个词用的都总是不老合适的啊 小时候不是合适啊 就是读 无论是读初中 读高中 读小学 还是读大学的时候啊 参加军训 都是那时候都觉得军训是个特别傻的事 啊 就总想办法逃避啊 但是 现在看来啊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啊 缺了这一段 感觉作为一个中国人啊 作为一个中国的这个学生 你生生 就就 就缺少了一部分 这个体验 就学生生涯不完整 学校还有ATM 这边是有 有个字看不到啊 但我猜是馆啊 这应该是图书馆啊 这图书馆也挺 也挺古典的 这个图书馆给我的感觉像什么呢 这个图书馆的感觉就像那种七八六七十年代 就像知青下乡那个年代 那个时候修的图书馆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边啊 它这个校区蛮小的 这也又出来了 它应该都是白云可能比较大的部分是白云校区吧 这个这个校区比较小啊 就行政楼 然后那边有个体育部没了感觉 再就一个那个 教育中 那个艺术中心 再去纪念馆啊 对啊 它这边校门又顶出去了啊 感觉这个学校确实不太大的感觉 是不是这边还有啊 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 我就应该是在这个停车场停了 停了 没有啊 它就这么大 那我应该上次在这就是在这停了个车 然后考完是走的 它这个学校就是不大的 我印象里上次考试还不是在那边 几年前我来这考试的时候 我印象里车停在这个位置 还停了个 应该是那边奥迪那个位置啊 停了个一字位的车 然后往里走不多远就都考场了 现在换位置了 那这基本上就是它这个 这个校区的全部了 它应该是马路对面还有一部分 但是它那个要出去要再进 现在那个雅思考试已经结束了 我没有 而且那边又不设考场 我没有任何理由去到那边啊 就是合规的去到那边 所以 我们就结束了 从今天的这个拍摄 这就是中凯农业工业学院啊 那么我们下一个学校再见 那么我们下一个学校再见 哎呀我现在多么希望 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呢 同样的年纪 有这样这么年轻的身体 但是感觉早也没有机会了 我们下一个人 我们下一个人 中海人 今儿的派 看大人 中海人 我们的征途是新陈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这个宿舍楼的感觉跟华识有的一拼 这个感觉比我的母校十一 东北师范大学校本部那个楼还那个啥 跟华南师范大学的那个楼感觉差不多 现在是不是食堂开饭了呀 实在不行我们蹭个饭再走吧 难得进来一次 不算白来呀 我看了那个饭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 跟外面价格差不多 没必要在学校 因为它那个价格差不多 然后再加个大伙费的话 就可能比外面还贵了 然后这个买了个绿豆沙 这个在外边我们见过 试一下三块钱 就是广州路边卖那种绿豆沙的感觉 夏天喝冰冰凉氧还是挺爽 但是我都来了 嗯 今次游戏